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着我去到多伦多进修基督教辅导学 曾经在不同的机构和教会做过辅导工作 我现在定居在多伦多 是一间卫人教会的牧师 我有两个年幼的子女 大女九岁 小子四岁 因为有两个年幼的子女 在同年幼子女谈性 这个课题上面 我有些第一手的经验 另外在教会 我亦有举办过这一类型的讲座 亦都听到一些家长 在这个课题上面的回应和心声 我希望透过这个专辑 同大家一起学习 如果你是年幼子女的家长 让我们透过这个专辑 更好完成作父母的天职 言归正传 首先让我们看看 同年幼子女谈性的一些困难 或者疑慮 首先作为华人 一般对性都是比较保守的 很少公开谈论 所谓非礼物言 性往往成为禁忌 华人对性的课题修于啟齿 在成人的圈子都较少说 何况和子女来对谈性 就更加困难 所以你愿意走出自己的安舒区 走出第一步 想了解多一些这个课题 是值得肯定和欣赏的 其实不单止为人家庭 很少谈及性的课题 其实西方社会的家庭性教育 都不是很普遍的 根据一个加拿大的研究 看下青少年的性知识 有多少是来自父母 结果发现 只有6%的男的青少年 和14%的女的青少年 他们的性知识是来自父母的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 只有很少的家长 是和自己的子女灌输性教育 我相信导致这个情况的原因 是有很多的 而其中一个是有部分的家长 觉得和子女来对谈性 是很尴尬 很不自然自在的 那为什么会尴尬和不自在呢 会不会是这些家长对性的看法 是偏向于负面呢 如果我们觉得性是一件美好的东西 我们和子女来对谈性的时候 就应该不觉得尴尬了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性是不好的东西 其实在北美比较开放的文化 性观念因为受了中世纪基督教禁欲思想的影响 对性都视为是污蔑羞恥的东西 或者是因为这样 在北美实行家庭性教育只是占少数 而你和我作为华人的话 都可能受到中国传统性观念的影响 以至对性的看法都是偏向负面的 今天中国人对性比较保守的看法 其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即是中国宋朝开始 一直到清代 性禁欲的思想是逐渐抬头的 以至中国传统的性文化 出现了性纪毁、性无知和性压抑 中国人觉得性是羞恥和污蔚的事 所以就修与子女来谈性 如果家长觉得性是一件尾线的事 是上天赐给人类一份很好的礼物 只要人适当的去运用和享受 其实是会带给人类满足和快乐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正面的看法的话 你和子女谈性的时候 应该就会感到轻松自然 不会有不必要的羞恥感 或者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基督信仰对性的看法 首先圣经看性是一件尾线的事 当上帝创造万物 包括人类的时候 一切都是美好的 包括人类性的部分 性的美善是来自一位美善的神 性不单止是能够繁显下一代 更加重要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 爱和伟生的表现 性是两个人身体心灵最深的契合 是替手盟约的表达 和爱欲欢愉的享受 其实性是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为人生出来 除了是human being 之外 还是sexual being 性和人的身心、社交、灵性的发展 是分不开的 所以认识性和人的自我认识 或者对他人的认识 和透过性认识创造性的上帝 就是一个奇妙丰富的生命旅程 性实在是比性器官、性交 或者是凡年后代丰富得多 如果家长有这种 来自基督信仰健康和整传的性观念 相信会很乐意将这份 由神赐给人类这么珍贵的礼物 和我们的子女分享 又或者你会问 家长和子女谈性没有羞恥感 但是子女会不会觉得很欲酸惑突 他们不想听呢? 其实父母有这样的想法很自然 但是未必一定会发生的 我的亲子经历就是刚刚相反了 当我和太太利用儿童性教育的画策 向一对子女教导性器官的正确名称 或者BB是怎样来的时候 他们不但没有觉得欲酸 反而觉得很好奇 其实子女年纪越小 但是你和他们讲性的话题 他们只是当是一种知识 根本没有成人世界色情或者性欲的联想 所以性教育应该尽早开始 以至小朋友至小就能够接触到这些知识 他们会视为理所当然 性知识自然就不会觉得是一种尴尬 或者是欲酸 其实家长在子女年幼的时候 已经开始和他们讲关于性的话题 可以令子女觉得这些的话题 是可以和父母谈的 到了子女进入青春期 如果对性有更多疑话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些话题是家里的禁忌 他们就会主动去找父母谈谈 父母和子女在性的话题上至少就有沟通 不但可以帮助子女在这方面解除疑话 更加促进了父母和子女无所不谈的亲自关系 你说多美好呢?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希望你听了我的分享 可以解除了你和子女谈性的一些疑虑 而且更加了解到和年幼子女谈性的好处 下一集 我们会谈谈家庭幼儿性教育的内容 What? 和怎样教How? 希望你继续收听 如果你对这一集有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 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 再一次多谢你收听这个专辑 愿神赐福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